国际来年正式官宣 姚明 姚明高兴走了 广东队成最大受益者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今天咱们聊一下CB 聊一下广东队 大家都知道目前CB的第二阶段 也是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整体来看呢 刘永队可以说一支独秀 本赛季呢 可以说 刘永队呢 很有希望获得冠军 主角来姚明呢 很有可能成为冠军教徒 但是呢 就在刚刚呢 国际来年也是正式的官宣了一件事情 可以说让姚明啊高兴走了 什么事情呢 就是咱们中国南辣的一个市役赛的情况 中国南辣市役赛 正常的话是在二月份啊 有点上比赛 这上比赛呢 对于中国南辣来说比较重要 我们先打澳大利亚 再打中国台北 可以问这两个比赛啊 对于整个中国南辣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但是呢 国际南辣也是正式官宣了 这场比赛将不会在二月份举行 将延迟到六月份 这其实对于广东来说啊 确实一个好消息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第一阶段比赛结束之后呢 可以说杜丰呢 是离开了广东队 抢往国家队去执救 这一段时间呢 广东队的球员没有一个系统的训练 到了第二阶段 可以说整体发挥的非常差劲 大家可以看出呢 从第二阶段开始啊 这几场比赛啊 广东队表现确实非常差劲 这与主阶段的杜丰 没有在这个检业期能够带队 帮助球员能有一个系统训练 也是有直接关系的 这次的突然的延迟比赛 可以说让广东队啊 有了喘息的机会 因为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呢 可能也有检业期 这个检业期呢 杜丰呢 是完全有时间能够带领广东队 系统训练 包括纠正一些错误 还有在演员方面 能够多去听朱方宇 和朱方宇进行交流 引进什么样的外员 包括一些内演的改变 都是有时间的 他没有更多的精力 去投入到中国男人的比赛中 因为中国男人的比赛 已经被延迟了六月份了 这其实对于广东队啊 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好处 所以说本次的官宣啊 广东队呢 成为最大受益者 也是无可厚非的 广东队呢 通过这个第二阶段结束之后的 一个建策期可以充分的考察球员 眼见外员 系统训练 可以说在第三阶段 能够有一个权力的冲击啊 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情况 争取啊 在第三阶段中啊 能够奋起直追追上第一集团 目前来看广东队啊 可以说排名啊比较靠后 想追上第一集团的话 确实需要给发力了 第二阶段结束之后呢 这个建策期啊 可以说有一个充分的喘息机会 能够让广东队呢 能够让广东队的球员伤病 得到缓解 引员备战 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情况 这其实对于杜峰来说啊 确实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不管怎么说嘛 我们也希望呢 广东队能够在第三阶段比赛中啊 能够有一个发力 争取呢 追上第一集团 为广东的球迷啊 贡献出更精彩的比赛 也是希望呢 广东队啊 能够在白天台阶击后赛中啊 能够打出亮眼的表现 也是祝福广东队 祝福陆峰 能够发光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争取呢 进入四强 进入决赛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